飲飲車司機有跟你們道歉嗎 家屬來到派出所瞭解意外發生經過 因為怎麼樣也想不到 家中唯一的兒子會因為 和同學一起喝酒醉躺路邊 卻遭到飲飲車免弊 黃信男大生 他和同學在晚上的時候 就和來到了學校附近的超商 來買些酒水飲料 想說要帶回學校 來一邊喝酒 一邊聊天 事發前還和同學開心買酒 回到學校附近喝酒聊天 兩個人略帶醉意 還步行前往超商領錢 回程途中坐在路邊休息 醉到睡著 躺在人行道上 意外就此發生 而晚上的這個時候 這個駕駛準備要來牽車 要出車了 根本沒有注意到 他的車子前方還有兩個人 是一個坐 一個躺在這個人行道上面 所以引擎才剛發動 車子往前開一點點 沒有多久 車子的前輪就壓到了 躺在地上這名黃信死者 緊急送醫 最終還是回天乏術 今年十九歲的黃信男大生 目前就讀黎明技術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家中父親中風 所以都靠母親獨自賺錢養家 還是家中的獨子 平常在學校人見關心很好 也因此消息傳回學校 師長都感到相當不捨 強調在校出情相當正常 設計作品也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一場意外 不只讓家人心碎 也讓正準備發光發熱的年輕生命 就此殞落 記者嘉明劉仕偉 新北市報導 現在從收尾